大家好,我是老妹雞蛋糕的老妹本人,我在經營雞蛋糕的攤位,然後 因為今天有一些新朋友,所以我重新介紹一下我自己,那其實我的雞蛋糕是去年9月在熊女開始設定點之後 一路就是拼到今年5月終於有一點起色,那個成績覺得好像還蠻滿意的,覺得好像 但是後來又5月過完之後就遇到6月,學生放暑假,然後我自己有預期那個業績是肯定會下滑,只是我覺得說 剛好是有一個休息,好像我前面很拼命這樣子,然後我就覺得那我休息過後開學後就開始可以轉好了 可是我9月份結算,就是8月底是學生開學,可是我9月份結算卻沒有到我目標的一半 這是讓我自己的經營會覺得蠻沮喪的,然後我就開始檢視說,我的店面好像是不夠明顯,我的廣告力度也不足 所以我就開始請設計師幫我安排招牌跟部期,但是我當時是用我自己想到的方式來企圖要提升我的營業額 那我提出代導之後,教會的弟兄姊妹也經常帶人來支持 有一天我進教會的時候,牧師他詢問我當夜的營業的差距 然後他跟我說,接下來你營業天數剩8天 我包下你每,我不吃甜,但是我包下你這每一天的,就是第一份開試的 然後你把這一份隨機的祝福客人,你請給客人吃 然後,或者是你可以跟客人說,這個是就是比較不良品了 然後這個就是,我們就是隨機請人吃這樣子 然後,後來牧師還提醒我一件事情 他說,我如果把我的業績定在每個月有沒有成就 我就沒有辦法去享受我每一天的工作 因為我的目標太大太遠 所以我每一次都是,我就是以一個月 假設我今天,我今天賺兩千了 我就會覺得那我明天是不是少拼一點 就是好像會去算說,我距離我的月營業額差多少 所以去平均我剩下的天數,還要努力多少 可是,如果我用另外一種方式 就是我定下我每一天達標的業績 我就可以開始去感受到,為著我每一天的恩典感謝神 我也可以為著我每一天的小目標來依靠神 然後我在讀經的時候,我就是複習到這個出埃及記的時候 我就是讀到說,這個瑪娜它是每一天的供應 我覺得我自己有被提醒到 我要來改變我自己看待我營業額的這樣的眼光 然後我也慢慢的可以回到 剛開始我雖然沒有賺錢 但是每一天都熱在工作 想要透過美食分享幸福這樣子的一個熱情 而且我會開始期待我的商品 不只是盈利而已 我還能讓人得著祝福 有好幾天,雖然那個營業額數字沒有很好看 可是我還是為此感謝神 因為我覺得我有一個信心 我是憑著應許,神就會像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那樣的 帶領我進入迦南地 而我只是在一個過程我並沒有到 我現在還不到終點 所以我要緊緊的跟隨 並做好我能做的 有一週主日的詩歌必經之地 我在聽到那首詩歌的時候 讓我想起我從規劃創業的這一路上 每一步從神帶來 從神帶給我的 預備還有從人而來的幫助 我其實在我的 從學生的成長過程 我都一直不知道我想做什麼 就是我覺得我沒有夢想也沒有方向 好像只是能把事情做好 但是我不知道我為什麼要做 即使進到職場了 我經常很容易在工作中被肯定而給予職位 可是我也只是滿足於把事情做好 想著我的目標要怎麼執行 所以我其實不是先有夢想才創業的 可是創業的過程 神在我的心中種下了夢想 讓我在這當中要來回應呼召 在神的祝福下 我不只是十月份成功達標 我的總金額也突破過去的紀錄 並且在上週你們喝到的飲料 是慶祝十一月份的 我又再一次突破了新標 然後對感謝神 就是我覺得 不只是在數字上的祝福 我很感恩在這個當中 牧師會透過我的 當下遇到的處境來幫助我調整我的方向 然後使我更能夠依靠神 更多的來經歷神在我生命當中的帶領 那我想要分享一個 就是當我最近的總金額都 就是不斷的突破紀錄 那我的每個月 也遇到了一個產能的臨界點 就是我開始有一個 因為我是一個人作業 所以我開始有一個 我做的有點快要賣不夠賣 我快要不夠賣 然後會變成我好像一直在追著那個庫存 然後以前我還比較 就是放鬆的時候 是我可以邊工作邊備料 我也蠻自豪 我覺得我的就是效率是蠻好的 可是現在已經沒有辦法在這樣的 這樣的程度去負荷了 就是我的工作量已經 工作量跟我自己的勞力跟腦袋都超出負荷 所以我開始察覺到我自己會對人沒有耐心 對客人沒有耐心 對自己人我也會跟他說 現在先不要講話 然後所以我就開始在評估我自己 是不是現在該添購一個主內線的 是我曾經想過 就是那個 那個是一個不太便宜的設備 但是我曾經想過 我只是覺得好像現在我自己還能撐 所以我就沒有買 可是我一直都有想過 萬一哪一天真的到那個程度 他就是我的幫手 所以我那時候就跟神說 我如果想要把我自己的心思空出來 跟客人互動 而不是只是好像一直在工作 只有賺錢的話 我應該 我到底什麼時機可以買這一台機器 所以我該跟神尋求一個司機 結果我原本有一個 就是我認識這台機器 是從我之前在大社那份工作的老闆娘 因為我們店有在使用這個機器 那我就問他說 這個機器我想要知道它的價錢 他就立刻把那一台 送一台備用機到我的店裡說 這一台你先試機 你買東西要試機 所以他就先讓我操作 然後用視訊跟我講東西怎麼操作 結果我過了一個禮拜 我覺得我買定了 只是我還不知道我什麼時候買 我就跟他說 那你可不可以報價給我 他就說你這台就先用 他說這台是它的備用機 最近用不到 所以他就 等於我就提前使用這個機器 在我還沒有付 就是還沒有付任何的 給他任何的錢之前 我就已經先拿到這台機器 已經在使用了 那我也想要說 在後來我得到一個客人的回應 我真的覺得我自己的心蠻被觸動 就是有一個學生 他就是在我得到這台機器使用權的那一週 晚上有一個客人他私訊我 一個女學生 他跟我說他回家發現我多放兩顆雞蛋糕 然後他說其實他那一天心情不太好 突然他覺得這一天沒有那麼糟糕 然後我就覺得原本有為俊哥會跟我說 你的品牌要有夢想要有故事 我都不知道那是什麼故事 我不知道為什麼一定要有故事 就是東西好吃然後不貴啊 然後就來買啊 我不知道為什麼要有故事 他跟我說你的夢想要大 才配得起你信的上帝 然後我就想說 那什麼雞蛋糕是什麼多大的夢想 他說你要成為一個改變世界的雞蛋糕 然後我就覺得 那這個學生他突然覺得今天不那麼糟糕了 我突然覺得好像他被我鼓勵到的這個 他的回應也讓我覺得我自己被激勵到 所以我覺得我自己在 通常我之前會聽到客人說 你的這個東西很好吃 跟別家比起來是比較好吃 然後你的包裝很漂亮很精緻 都會讓我覺得很開心很有動力 可是我卻第一次收到這樣的回饋 所以是關於客人覺得他吃到我的東西 讓他覺得情緒上面被滿足這件事情 我也覺得我在做的事情 是有開始給出祝福很有意義 對這是我的分享 謝謝各位弟兄姊妹 每個月為我們的帶導 叫你們再說 一句話 是